好 到底台湾的黑心视频问题应该怎么样呢 根本的来做解决呢 现在看来这个刑罚也有了 但是这个罚款也提高了 但眼前看来专家邱老师觉得没什么有效 是这样吧 到底要怎么做 完全无效 我想是不可能啦 多少还是有嚇阻的作用 从头上会稍微乖一点 就像刚才讲的 这个罚的金额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你每天罚 每天罚 但要那样罚才有用 现在不是这样啊 对 这个每天罚 这个要地方政府的稽查大队 每天去占缸 每天罚 没有人力怎么办呢 有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我现在是提出 我在美国的看到的 当年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也到美国业界做过事 我是觉得像美国大的食品厂 美国的FDA 它会派食品安全人员进驻那个厂 那它是美国FDA付的薪水 它是代表美国政府的 是监督这个食品厂你的运作 它不管你的配方怎么 它你说是你的机密 对不对 它不管 但是你的配料 你的库房里面的配料的盘点 它都要管 为什么呢 原料是什么 对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 大大小小 所有的食品安全上的问题 讲一句良心话 是源头出的状况了 我们的源头就有问题 那我们大厂如果有FDA 就是使管局的 具有公职 法制 这个司法 这个权力的人进驻 监督 我想我们才有希望 以后也可能这样做吗 像体力这么好的一个方式 在台湾有个技术的人 马上就能够买一次 真糟糕 在美国做得到 对